学生穿戴族服演唱族语歌曲 为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圣圣诞节活动揭开序幕 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最传统最盛大的旧式圣诞节系列活动 今年特别以原汁原味为主题 从音乐展演到传光活动 要带领都会去的大小朋友探索圆明文化 这一次的活动让我们知道外面还有很多人 也没有听过我们的歌声 然后也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增加一些经验 这一次来到台北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可以来到大都市来看看大都市的样子 他能够他有能量他能够展现他自己 让自己更有自信还有把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歌声把它展现出去 原汁学子从歌曲展演中拓展自己视野 增进文化认同 而非原民学子也挑拖课本以外的环境 从原民各族生活中常见的动植物 神话故事以及传统工艺 亲近原民文化 你们觉得好玩吗 好玩 而且刚好结合到我们现在社会客戴上远注 圣诞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西方的节目 但是我们会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节庆里面 如果说我们以台湾的状态来做一个出发 那他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共鸣会产生出来 那也很高兴因为这一次的合作也带来园区 一些民众的一些回流 昨天我们的路线人数也达到一万两千人 从互动室的参与打破原乡与都会的界限 将多元文化教育从休闲娱乐中进入大众的生活 也是新闻 我们到Suprarian台北市采访报道